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56专机副驾驶康婷子 冷暖人生 迷失的三叉戟 2014年的一天 75岁的北京老人康婷子 忽然通过网购买下了一架飞机模型 我说一定要买下来 我根本就不考虑价格 我说一定要买下来 好像这一个小模型也价值不菲 对 二三百块钱的 买下来以后 我说这个我得把它支起来 后来我第二次又买个架子 我就搁在我那个电脑桌上 我天天看着它 因为它能给我带来很美好的回忆 当然也带来这种回忆 其实很复杂的回忆 对对对 这个心态是很复杂的 康婷子买下的这架飞机模型 机型是20世纪60年代 英国生产的三叉戟 在当时 它是国际客运飞机中的佼佼者 但如今它早已退役多年 成为了古董 从它的外观 就是包括总理在上面的题字 那几个字都是一样的 但是你再找到这样的 而且就上面写了252 就是还有那个编 当年那个编号 252 在9月7号 就是9月3日前几天 9月7号 我就是用了252 去执行了一次林豆豆的任务 就是您开始这个 这架飞机 开始了您人生中 最不一样的这段旅程 对可以说这个 从那就开始了 三叉戟 一种曾经非常著名的经典飞机型号 康婷子 生活在北京一户旧单元房里的 曾经在电子款厂税务局工作过的 普通退休员工 这看似风马尼不相及的两者 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呢 其实不论在同事和林里的眼中 为人和气的老康呢 都和一般的暗想晚年的老者 没什么区别 只是他身上有两点还挺有趣 一个是年纪大了以后呢 他反而开始热衷于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上网 没事就在电脑前浏览网页 还不时在键盘上敲敲打的 第二就是老爷子竟然还会采缝纫机 会裁剪衣服 会织毛衣 做的一手的好针线 然而几乎没有人知道的是 老康这双敲键盘织毛衣的手 其实曾经是多么的重要和金贵 他曾经是中国技术最过硬的 专门给国家领导人开专机的飞行员 曾经是万人仰慕 翱翔蓝天骄傲的雄鹰 而更加还有人知道的是 他的命运曾经和那场震惊世界的政治事件和空难事故 和摆放在他家里床头的那架小小的三叉戟飞机 紧密降临 我也去过三叉战现场 我给我家人在那休息的时候 也专门去看了看 确实是无事人非 机场还是机场 停机坪还是那个停机坪 你惊心动魄的一夜 是我惊心动魄的一夜 就是在这里发生的 我似乎就在那短时间之后 我似乎就听到那隆隆的发生机声音 或那天晚上那个剪辑的情况 晚年的康廷子重回山海关机场 1971年9月13日 40多年前 那个扭转命运的夜晚 一瞬间在他眼前重现 作为913的亲历者 256号三叉戟专机的副驾驶 他是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人证 康廷子 1939年出生于河南省拱县 1959年高中毕业 因为身体条件出色 家庭出身根儿正苗红 被空军特招为飞行员 当时就是法律师那个飞行学员那个干部服 戴个打卡帽 我就上照相馆找了个相 马上就机会下去了 那时感到自己感到很荣耀 家里面感到很高 村里估计很荣动 因为当时就能给军术光荣那个编 就开始弄到家门 军术光荣 这四个字 确实来自不易 经过在空军第六飞行学院的数年学习 1964年 成绩出色的康廷子 被分配到空军专机部队 专机师因其任务的特殊性 对飞行员和机组的要求极为严苛 所谓专机 它叫中央的小车班 小车是在地面跑 这是在空中飞的 首长有件事任务都是我们去的 凡是那会儿开中央全会 什么卢山会议 什么都是我们部队 像蜜蜂似的飞出去 然后再撒回来 在专机部队 康廷子先后驾驶过 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运输机型 苏质124和128 1969年末 中国决定从巴基斯坦 引进四架二手的三叉戟飞机 作为转机 三叉戟是当时国际上 最先进的客运机型之一 也是中国拥有的第一批喷气式客机 那时的康廷子 因为母亲罹患严重的青光炎 正在故乡探亲 一道紧急命令 又将他召回部队 我记得很清楚 我母亲送我的时候 他捂着一嘴眼睛 把我伸到村口 但是呢 我这万万没有想到 这是最后一次 因为什么呢 我回去以后 就改飞三叉戟飞机了 就这次改装是决定命运的一次改装 可是对飞行员来说 这是一件好事 因为飞行员和战士一样 求战寻切 所有一个飞行员能飞到咱们国家最好的飞机 对自己来说 对国家来说都是一种很好的事 但是没想到 我改飞三叉戟专机 就是一种命运的转转 接收和改装三叉戟 是当时专机部队最重要的任务 有专机师领导 著名的工薰飞行员潘景寅负责 而能被选入这一任务的飞行员 更是精英中的精英 当时让你去飞三叉戟 其他的飞行员很羡慕 是很羡慕的 你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 空军都在一块吃饭吧 当别的飞行员看到我 他说老康 这样啊 他为啥给我比划这样呢 因为飞行员都知道 这个三叉戟他起飞以后 他那个上升姿势和128不一样的 因为他是喷气的 说他起飞以后 他的上升势很大 他用这种比划 来形容对你的一种羡慕 1970年底 三叉戟开始正式装配专机部队 他速度快 飞行平稳 噪音小 舱内温暖恒温 这些卓越性能 使三叉戟专机 马上获得了中央首长们的青睐 第一个看上三叉戟是谁呢 江青 因为他每年啊 他要从北京啊 打冬天的坐飞机到海南岛去 当他坐了一次三叉戟以后呢 他就觉得这飞机不错 所以说我给潘景音当副驾驶 执行江青的任务也比较多 除了那个江青坐这个飞机以外啊 比如后来那个华国锋 他在湖南当地出机 他做过 邓英超做过 谢富志也做过 三叉戟虽然说刚来 但他的飞行任务挺重的 所以我基本上节假日都没在家休息过 1971年7月 康廷子奉令带领一个机组前往广州白云机场 负责将四架引进三叉戟中的最后一架接回北京 经过测试试飞后 康廷子亲自驾驶飞机 由广州飞回北京 那三个小时的航程 全体机组成员的心情都是轻松和喜悦的 鄙视的康廷子决然无法想到 正是自己手中操纵的这架三叉戟 在短短的几十天后 就将迎来悲惨的命运 同时也将震惊全世界 1971年夏天 中国从巴基斯坦引进的四架三叉戟飞机全部到位 并全部用作领导人专机 四架飞机被喷上中国民航的标志 分别编号为250、252、254和256 机舱内部也按照专机规格进行了改装 专机式的三叉戟中队 已成为优中选优的精英部队 你们能执行这样的任务 其实也算是在当时那个年代里 中国现有所有飞行员当中最顶尖的一些人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因为专机它是要保证安全的 安全是第一的 所以在专机的要求从飞员的技术到飞机维修 地面的保证都应该是第一流的 第一个口号是要带着阶级感情去执行专机任务 第二个就是说 宁铺三次空不误一分钟 这什么意思呢 说首长来了 咱们赶快得上机场 温逢耳动 另行禁止 只要听到一件消息 我们马上就出动 哪怕出动三次领导都没来 首长没来 那也不能说真正来了去耽误领导的时间一分钟 当时不光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1971年9月6日 康廷子接到任务 命他第二天驾驶252号三叉戟专机 由北京飞往北戴河 隔着前层的玻璃往下一看 地下有很多女兵传装空军的衣裳 其中我就认出林立衡来了 为啥 他在我们部队蹲过点 虽然没有说过话 都知道他是林立衡 小们叫林逗逗 等我开始启动发生局的时候 那个调度士告诉我 你再等等 又过了40分钟 他们又上来了 我说他干嘛 这么折腾 后来我才知道是他们什么一本字典的 还是一双皮鞋忘了 所以回去拿来回耽误了40分钟时间 9月7日的飞行 在当时的康婷子看来 只是一次普通的专机飞行任务 但他无法预知 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作为正驾驶操作飞机了 4天之后 9月11日中午 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吟忽然出现在部队宿舍 传达指令 第二天将一架三叉戟调往山海关 出于待命状态 哪架飞机呢 256 他一说256 我知道 这不是一般人的飞机 每年的9月份 林彪要坐飞机回北京参加清典的 这是个规律 过去坐的是直觉号飞机 所以这一次呢 就开始坐三长级飞机了 最后他就叫他要保密啊 你就再打队参加值班吧 我就吃把中午饭给家里打了电话 传呼电话 打给其中有电话那一家人家收费的 然后人家去给你叫去 前后得走那么一二百米的 我爱人接的 带着我儿子 当时一岁多 我就说直班不回去 因为这个电话太多了 经常是说直班回不去 就给家里说一声就行了 这次电话也是挺重要的 因为这个电话完了以后很长时间就没法打电话了 就等于这个电话之后 其实很久 你们家里人就不账你 这就出事了 这就出事了 第二天 1971年9月12日 星期日 北京西郊机场 那一天的白天 在康丁子的记忆中是如此祥和 事后想来 却像是暴风雨前 最后的平静时刻 星期天 星期天 白天也没事 地勤呢 我们下边都有大排球的 打篮球的 整个机场显得很平静 我还拉了一会儿呼 因为我喜欢拉二呼 娱乐了完以后呢 我还看了一会儿 一个迎闻空中对话的 这个知识 我们中队呢 还有一个小兄弟吧 正在搞对象 不太顺利 我还过去给他 还做到工作 如常平静了 很平静 根本预感不到 任何波澜 对 一定是一身都不到 你看六点钟 我在食堂吃饭 吃的是那个蒸饺 正要吃 我们大队一个值班员 他就喊 他说有紧急任务 快回去 这个飞行员一听到紧急任务 那就是我把反而一推 我打队跑 军令如山倒 停机坪上 256号三叉戟专机旁 瞬间灯光闪亮 人头攒动 地勤人员忙碌着 起飞前的准备工作 而机组人员也都整装待发 他们共有九人 包括机长 驾驶员潘景吟 第一副驾驶 陈连炳 第二副驾驶 康廷子 三名机械师 李平 张延奎 台启良 通信员 陈松赫 领航员老李 以及机舱服务员 小魏 预备两名副驾驶 让康廷子意识到 本次任务之重大 一个小时后 天已全黑 两辆福尔加车车从黑暗中先后驶进 几名神秘的乘客登上飞机 晚7点40分 三叉戟飞离西郊机场 目标山海关 陈连炳坐在副驾驶 为之 潘景吟 正驾驶 我就站在 他们的机组的后边 观察飞行 林里果坐这 刘培峰坐这 他们俩在那 就是聊天的 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我和林里果的视线 无意当中就对上了 因为我向后看 他就向前看 他一下就看到我以后 他脸色马上就沉下来 而且他们俩不说话了 我现在回忆一下 他当时那个脸色是很晕沉的 甚至很恐怖的 他看到我以后 他就这么盯着我 盯了好一阵 他不吭声 原来这次256号三叉戟 紧急吊机上海关 他的秘密乘客 包括副统帅林彪的儿子林立果 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刘沛峰 林立果的英文翻译 以及两名年轻的女兵 半个小时后 飞机到达上海关机场 按照惯例 首长在下飞机时 要对机组成员进行慰问 但是他走以前 他就以自己是一个首长似的 到前厂去表示了一下 我握手啊 也感谢啊 他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 他说 首长明天要坐这架飞机 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们 要听林副主席的指挥 关键的时候要起作用 这几句话我听得很真确的 但是当时谁也不可能想到 他要干什么事 你当时说 人民解放军战士 听林副同帅的指挥 这也很正常 毛泽东缔造的 他指挥的 这也很正常 关键时候起作用 那不就是你飞的时候吗 特殊的乘客离去之后 机组人员还要在 上海关机场 进行飞行后的工作 对飞机进行全面的检查 以准备第二天的飞行 潘景寅交代机械师 给飞机加油至17吨 飞行员对航空油量 都十分敏感 听到这个数字 康婷子马上想到 明天的飞行任务 不可能是把林彪 再回北京 参加国庆庆典那么简单 因为从上海关到北京 根本不需要17吨油 你认为后来猜测 他一直以为是要飞广州的 对 但是不能对外面说 是要飞广州的 对 他就是不说飞广州 但是他这个17吨油 我意识到他是这样想的 但是绝对不会告诉他 飞广州是邻居中央的 可能就是告诉他 要飞广州 对 但是要保密 反正你是要保密 你是飞行员嘛 只管飞就行了 出于专机部队 阳格的保密规定 以及军人服从命令的天职 机组人员 谁也没有对这个加油量 提出疑议 然而由于机场的加油车 油枪 与先进的三叉戟飞机的 油舱接口不配套 加油工作在当晚并未完成 据康婷子事后推测 机长潘景吟 应该事先得知 林彪方面下达的 256专机将于9月13日白天 飞往广州的命令 并要求他严格保密 但恐怕连潘景吟自己都无法想到 这条心中画好的航线 会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后 就迎来命运的急转弯 1971年9月12日 256号三叉戟专机 抵达山海关机场 准备第二天运送 副统帅林彪的重大任务 飞行后工作做完 已是晚上9点多 当我们昨晚飞行后 把发动机盖上 所有的擦销什么的 都准备好以后 在这个时候呢 太起凉说了句话 因为9月中旬呢 海边还是有点凉的 刮风 我呢当时穿的是部工作服务 机组中间就他一人穿皮卡壳 他当时他说的句什么话 他说你们谁冷啊 那个我把皮卡壳给你们穿 这句话如果在平时说完 也就完了 但是在这儿的时候说 确实流液了很深的运气 因为汤在温度而汗的 那个几具尸体里头 未有抬起粮食穿架杆的 忙碌了一晚 机组人员吃过晚餐 已是十点 此时机长潘景音 又召集大家开会 后来我们机组这9个人 都集中在集结石那个房间 第一大家回报了一些 各自的工作 李平就说 飞机上有还有十二轮板有 小魏呢就说 哎呀我在北京起飞的时候 我查局没固定好 结果起飞的时候摔了几个 还表示检讨 然后呢 潘景音在这会上呢 就说明天 咱们就六点起床 六点半吃饭 完了以后咱们就上机场 准备飞机 他把时间安排给说了一下 会议结束 已是十点四十分 除潘景音外 专机组其他八人 分别在四间宿舍中休息 康廷子和领航员 就睡在三名机械室的隔壁 疲惫的人们很快进入梦乡 然而半夜时分 焦门声突然响起 调度室主任 就说一句话 手掌都到了 快起床 特急促 很急促 我们凝图三四空不误 一分钟就是要练这些 等我拉开 等开始穿衣服 就是穿着一条腿 还没穿第二条腿的时候 就听见发动机 哭哭哭起头 因为发动机启动的声音 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 一听这个声音 哟 我当时就 哟怎么回事 这个机组都没到 骑这种发动机响了 等我重到机场 等我看到这个飞机的时候 就滑出去 呼哭一下就出去了 就开始动了 就开始我们家滑行了 这怎么回事 这么机组都没上 你怎么能滑出去 这咋回事 我们就不顾一切就跑 就完全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过去没遇到过这事 你别说机组主要人员了 你就是服务员 你都得上去 尖利的飞机发动机声响 划过夜空 金黄的康廷子看到 此时的停机坪上 已经乱作一团 机场守卫部队 以及林彪警卫 8341部队的人员 都在已经启动的 256号三叉起旁边 慌乱地奔跑着 有些人说开枪 有些人说不认开枪 不光人暖 而且防纸机的声音也特大 那个白纸灯照着 整个停机坪就乱套了 这次我就发现 从机部车上下了一个当官的 他是说了三种话 他说你把飞机拦住 他用这个手抓住我那个胳膊 拿那个枪点着那飞机 我当时就反复问他 我说谁在飞机上 他就是不说 我说你开车去堵他去 你拉我干什么呀 车还没这么动 飞机已经开始了 气飞滑跑了 就来不及了 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听这样的飞机 气飞声音是很好听的 但是那天晚上 在那种很紧张的心情的支配下 我听到这个飞机的声音 就像那个很撕裂的那种 歇斯底里那种是感觉的 就算你丢下几组这么多人 你就这么啊 就起来了 跑到灯也没开 这叫怎么回事啊 就是我们带着很多很多的问号 在观察这家飞机 就看着他消失在黑暗 在场很多人呢 有海军地面保障人员 有我们几组 还有陆军把身子要赶上的人 这就黑如空全有了 大家一看飞机起飞了 全傻眼 我们的领航员就在我身边 他就一看标 0点32分 这个时间实际上就被锁定在历史上 短暂的震惊后 在场人员全部集中到机场的海军调度室 调度员拿起话筒紧急呼叫256号飞机 但回答他的只有无限的静默 后来他就干脆叫潘金音的名字 潘金音快回来 我命令你快返航 结果呢 跟潘金音没人回答 因为那个野生人静啊 他只要一回答 那他把认一下发生案件 然后呢 音箱里也会插 想一下 你都在等那个声音 都等 结果没有 呼叫无果后 在场的一位领导随即拨通了给中央的电话 他就说了一句话 我们当时就深深的印在脑海里 什么句话呢 老虎和叶群把手掌搞走了 这就是他的原话 后来我们才知道老虎是林立国的小名 0点46分 起飞14分钟后 三叉戟飞出了机场雷达的监控范围 调度室中的人们束手无策 只能临时撤离 9个人的机组 此时以一分为二 潘金音和三名机械师在飞机上 而包括康廷子在内的 两名副驾驶 通信员 领航员和服务员 则被遗落在地面上 机场调度员老李 为茫然错愕中的五个人 提供了一个重要细节 一个就是我们睡觉以后 潘金音没睡觉 他一直守着那个电话 就在调度室那屋 在这个中间 潘金音接过电话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电话 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12点05分 这时候潘金音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 敲几节词那门 他把几节词叫起来了 他是有意的 有意的 他是肯定是人受益 他这么做的 就是不要带所有的 就是说机组越少越好 肯定是有人受益他的 我觉得除了林立国 不会有别人 凡是劫持飞机的 都是把机组人员弄得越少越好 那他选择三个机械师 也是精心选择的 这个问题在网上这么多年 很多人对我提出来不理解 说说副驾驶 领航员比谁都重要 干嘛把那个没用的 机械师给弄上去呢 其实这就是人们不了解 这个专机 不了解飞银 飞机这个 主管机也四四李平 飞机藏门的钥匙 都在李平都里揣着 还有飞机上这些堵盖 夹板 插销 这些东西都归集结的去负责的 离开我们这几个飞机能走 但是你离开集结石 蹭步难行 这就是说盘景音 为什么把集结石三个人 单独叫起床的一个 唯一的一种做法 盘景音自己亲手导演了 这么一场 有走有流的这么个局面 自己把自己送上了绝路 但是盘景音起飞之前 绝不知道这是一次阴谋 这是一次陷阱 他完全是按照当时历史条件下 我事实捍卫 还领不住些的 结果让他想象不到的 让所有人都想象不到的 起飞以后就不是他说了算 震惊世界的913之夜 飞机起飞前一刻 到底发生了什么 太突然 太意外 就像一场噩梦一样 就是你做梦都想象不到的事 他竟然成了一种现实 机组中 天上的四个人和地上的五个人 又将分别迎来什么样的命运 11点的时候 我们还在开机组会 作为一个战斗的集体 结果三个多小时以后 我们机组的四个人 就躺在了文毒尔汗的草原上 飞机起飞后 画出一条诡异的航机 那巨大的转弯又说明着什么 下周请继续收看冷暖人生 民医师的三叉集 下集 接着为您播出 华夏幸福 凤凰全球连线